亲密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收看第13届春蓝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半决赛的赛事直播 我是贾刚璐 今天非常高兴能和著名的世界冠军谭校九段一起欣赏两盘精彩的棋局 谭阿沙哈 璐璐好 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在天元围棋见面 那其实我们前天刚好讲了这个八强战 那么进入到我们半决赛呢 有三位的中国棋手和一位的韩国棋手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也先来看一下位于棋院的比赛现场 那看到了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三位棋手 对 柯杰九段 唐伟欣九段和联校九段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先为大家讲解联校对阵深圳市的这盘交点对峙 中韩的交点站 可以看这个座位 柯杰对唐伟欣两个人是并排座的 那联校一个人在前方奋战 是的 这个也比较方便柯杰和唐伟欣看联校的体验 是的 那联校和深圳旭呢 之前是有过三次交手 一比二也是比较接近的 是 对 而且他们俩呢也是这个队友嘛 也是苏博尔杭州队的队友 对 维甲队的队友 一般都是深圳旭会下主将 我看 对 可能稍微多一些 是的 好 那这个比赛呢 因为也是开始的比较早 我们先进入棋局 好 那我看在维甲的时候就是 深圳旭来的话深圳旭下主将 那深圳旭不上的话联校下主将 是的 其实也可以看出 其实两个人实力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 而且也是非常熟悉嘛 又都是多年的队友 对 所以他们的这个棋呢 也是会非常的好看 这番题我看布局下的 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嗯 深圳旭是黑棋 二连星之后点33 嗯 说到深圳旭的这个布局 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发现深圳旭在韩国 维甲联赛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采用 一个错小木这样的开局 但是他来到中国比赛 好像基本上都是二连星 而且越到那个重大比赛的时候 越下二连星 哎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也不知道说明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赛没有开始 有和赵成宇当时探讨过 嗯 因为当时赵成宇对深圳旭 嗯 是上个比赛 对 然后说赵成宇说 好像他下错小木 是骗我的 其实一到正式比赛就开始下二连星了 哦 是这样 可能是韩国人和中国人的棋风吧 我觉得不太不太一样 所以说他对中国人的话 基本上都使用二连星 而且韩国的话 黑 作为黑棋贴六木板 嗯 我觉得他可能也觉得 黑棋的压力相对会小一些 对 有可能就是差那小小的一木棋 是的 对 是因为我之前也看到 好像有棋友也觉得 就是好像小身 因为现在韩国的统治力比较强 对 所以他在韩国下比赛的时候 往往他的心态上是希望以一个稳拿对手的心态 平稳开局 我们先捞些木是吧 对 那当然今天呢 他肯定非常重视这样一位强敌啊 对 所以他是选择的二连星 然后点角 我们可以看这半期黑棋也是 二连星完点三三 嗯 跳 那么连校在一个右上角 还以一个点三三 其实这样的布局的话就比较快 进程是比较快的 也没有太多的好讲 因为都是定式嘛 是的 也是比较常见的下法 对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想问一下 这个黑棋它敢飞吗 你敢飞吗 这是给其他朋友们也是想想 这个时候黑棋敢不敢飞啊 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大家会问 什么时候该飞 什么时候不该飞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话题 对 那么首先现在的这个局面呢 黑棋应该是不太敢飞的 哦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白棋会拖 那么飞完之后 如果黑棋是长的话 那它的意义就不大了 对 它还是要下这个复杂的定式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黑棋不能下呢 因为现在是一个选择嘛 这个下定式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你判断 然后下场是一个什么形状好 那么首先现在这个棋 黑棋要搬的话是非常复杂的 那如果我下这个简单的 咱们先摆最简单的图吧 可以看这是一个公认的定式 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也是比较简单的 对 但是下成这样之后呢 黑棋全盘啊 这个配置不太好 可以看白棋先捞了一个脚的实地 那么如果继续下黑棋 可能会打了压 黑棋现在算飞 那么白的飞 黑的上方拆个边 白的贴过来 那为什么说黑的配置不是很好的 其实可以看这个地方也是黑棋的行为 但是一般呢 这个地方黑棋会在小木 我有角 小木单关跳 甚至是大跳 才会选择的这样一个配置吧 所以说右边这条边 它是比较空旷的 以后白的比较好处理 所以说现在这个图 黑棋是不满意的 尤其黑棋随时 可以看左下角这个定式啊 黑棋是有一个争子的风险 对 这个也是棋友们经常见到的 对 这个地方白棋随时会有个冲断 断里面 那黑棋必须得打吃 那么白棋有一个争掉这个子的风险 那么如果现在黑的 比如说走 白棋挖毡 这个棋 黑棋 这个方向 性棋方向就是不太好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 虽然是一个大型定式 但是还是要分场和分配置 那也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配置 其实黑棋选择这个简单的呢 不太理想 对 不太理想 但如果选择复杂的话呢 选择复杂 黑的斑 白的虎 其实这个地方呢 其实前面说过 由于下面黑棋有个争子的风险 黑棋是不是很有力的 尤其在这边战斗的话 如果选择虎 战上 战上飞 然后白的现在 对上面 再断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定式 但是由于其实黑的争子 基本上怎么样都不太有力 由于下面黑的这个是软头的关系 所以说 现在黑的是不能飞的 基本上 等于说本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势均力敌的 非常复杂的定式 但由于黑棋这个位置的选择 对 这一个小跳 对 就算放在小飞 可能由于白的这边的话 黑的也是不太敢选择飞的 在右上角 所以旗友们在类似这样的场合 就要慎重的选择这个飞 对 一定要 这个飞 大家要搞清楚 什么时候它是敢飞的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一个话题 对 那什么时候可以飞呢 那么我们给大家换一下吧 比如说 这个角 换一个角 黑的这个角是黑的 这个角是白的 那我们要是这个点个33 比如说跟刚才一样 就算这样吧 换了一个角的话 现在黑的鞋就敢飞了 这个时候因为这个针子有力了 对 针子有力 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针子吧 对 就是为什么针子跟这个地方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定式就是比较复杂 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比较掌握清楚 对 大家看的是哪个针子 那么现在白的斑跟刚才定式是一模一样的 对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黑棋由于针子有力 黑棋现在还可以选择断掉 嗯 这个地方白的打了长之后 是针不掉黑棋的 所以说如果黑棋是下了一个这种对角的话 黑的飞 白的任何时候都是要顶的 这个是一个常识 嗯 好 那棋我们一定要记住 就是当黑棋如果这边针子有力的话 面对飞 我们就选择顶了斑 这样的一个应对 对 那么这盘棋的配置呢 是相反 这盘棋的配置是黑棋反而受到牵制 嗯 所以黑棋并没有选择这个飞的下反 黑棋长一个 对 那么白的飞 嗯 黑棋小尖 对 这个黑的小尖是必要的一手棋 因为如果没有小尖的话 对白的这三个子是不好攻击的 嗯 所以说小尖是一个必要的一招棋 嗯 这样走完之后 其实白棋这一代呢 是可以说是牵着一手棋的 对 但是这盘棋他选择的是比较高效的 对 大飞手脚 嗯 我觉得连校他对布局 今天布局是有准备的 嗯 可以看他布局下比较快 尤其像这种大飞的话 比如说正常白棋 嗯 这个应该是棋友没见到最多的 走一个也是可以的 而且没有什么不好这个局面 嗯 那么如果有棋友还记得的话 嗯 那么白棋 黑棋高挂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前一段下出过 类似的对局 对 然后大家还记得是哪盘棋吗 那黑棋的下一手呢 也不是我们过去的 对对 常见的这个 但是今天这盘棋是不会选择成这样的变化的 嗯 由于上方的这个配置不太一样 嗯 是的 所以说白棋拆三也是一个本身一个好点 嗯 但这盘棋他是选择了大飞 嗯 对 然后那么黑棋就抢占了这个好点 嗯 白棋飞 嗯 我是感觉 嗯 笑笑他是面对韩国这种越顶尖的高手 他是越兴奋的一个选手啊 像之前对朴婷环 我觉得笑笑经常把朴婷环打得那个毫无还手之力啊 那个棋 是 而且确实笑笑的实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然后他自己也应该说迫不及待的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证明自己 对 他可能反而怕一些不是说那种最顶尖的但是也很强的那种选手 嗯 就是听起来名气好像差一点 嗯 但是实力其实也挺强的 是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笑笑能够有好的发挥 对 白棋再把右下角这个三三点掉 对 那么这一下四个角基本上就下完了 是的 好 这个时候黑棋又选到了飞 飞 好 现在黑棋就改飞了啊 哎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又是一个配置的关系吧 嗯 我们再讲一讲这个角为什么黑棋又改飞了呢 嗯 啊 现在如果我们下一个米式飞刀 嗯 所以我们常说就是定式的选择一定跟周边的配合 对 它配置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 现在如果我们还下成一个基本图 啊 黑棋搬 黑棋搬 黑棋现在肯定是会选择搬了 啊 不会跟你下别的图的 白棋打吃 嗯 户 白棋搬 好 这个地方 黑棋连搬 嗯 白棋沾上 黑棋拖 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型的定式 是的 也在很多实战谱中出现过 嗯 那么白棋 一旦形成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变化之后 对 会发现这个配置上 嗯 这个脚里面呢 是一个双活 双活 嗯 对 这个地方 还是变化 手术很多 啊 齐民朋友们可能看得比较眼花缭乱 嗯 说这个齐很难记 嗯 但是 但是那也得给大家知道这个变化 是的 就齐友们如果觉得这个过于复杂的话呢 可以自己选择避开 嗯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 就是看一看 或者说平时可以有兴趣的齐友们可以试一试 嗯 现在的话就算白棋打住 嗯 那么这个地方呢 现在告一段落了 可以看黑棋 黑棋走一个 白棋走一个 嗯 那么现在呢 里面是个双活 嗯 那么按中国为棋规则呢 这个有远双活 黑棋 这个有一个有远双活的地方呢 黑棋这盘棋是便宜木棋的 哦 就最后是184个半 对 等于是黑棋184个半就可以赢 等于说黑棋 呃 除了这个地方 黑棋外面盘棋木啊 就胜利了 嗯 那么韩国为棋规则 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么如果这盘棋是 我们是韩国为棋规则 嗯 那么这个棋以后 白棋提了之后 如果再点木的话 白棋需要再提掉这颗子 因为双活的话 它这种没有提掉的是没有木的 韩国规则 所以说在这种局部 韩国规则和中国规则 都是白棋 都是要扣一木 嗯 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哦 是的 那么可以看 现在如果下成这个局面 这个配置的话 那白棋是非常不理想的 那黑棋 可以看这个头和这个发展 啊 这块空以后会很大 那么白棋的这边是没有任何视力范围的 嗯 所以说现在这个图 白棋是不能考虑的 对 这样的配置 黑棋的这两个子就显得恰到好处的限制了白棋的发展 嗯 所以白棋是一定不会选择这个变化的 对 所以说这也是白棋为什么现在它不能拖 嗯 那么倒推过来就是黑棋为什么会去飞 所以当现在黑棋飞的时候白棋同样会选择顶了扳的变化 那么顶了扳之后的话黑棋就比较简单了 对 要么是扳了断 要么就是长 那现在的配置呢是选择的扳了断 对 那么白棋打吃 嗯 这个时候白棋好像进入了一波长考 嗯 可能是在想这个打出来作战怎么样 对这是一个抉择 最后还是选择的打出来 对实在选择打出来 我觉得他打的时候是不是在想黑棋 敢不敢踢 对会不会踢啊 如果打吃上来 白的现在到底敢不敢打其实也是一个问号 因为其实可以看这个结黑棋并不沉重 那如果黑棋在造结 右上方这种状 造结白棋会怎么办 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 这个造结还是挺难受的 那么如果白的这个地方忍一下 白的长在三三的话 其实那个地方被便宜了 那黑棋可以考虑 现在比如说打吃了小尖 这种造结的方式 嗯 因为黑棋开在这的话 这个结就轻一点 对这个结并不是很重 嗯 可以看被白的粘住 其实这个局部也是还好的 那如果白棋不一定敢吃 那就有可能是要吃在这 对白棋是有可能吃在这里 那么实战深圳序是没有选择提 对他选择的粘上 我记得类似这种打吃的话 嗯 很多时候都给出了图是黑棋要提 嗯 那粘上的话 等于就是被白棋藏出来 还是觉得 对我 因为粘上这个图 在我的记忆中是白棋还不错 那么实战连下也是选择了长的跳 嗯 比较简明的一个变化 对 这个地方显然是 是有研究的 嗯 然后黑棋 这个时候是不能冲断的 嗯 这时候冲断也是 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黑的一般是冲了跳一下 哦 或者是跳的冲 然后再断 那么白的长出来 黑的长 还是压 黑的会长 白的 尖冲 嗯 就是很显然你是希望我冲断你吗 对 因为这个图是 其实是应该双方肯定是都有 用AI跑过的 嗯 这个棋我也是知道的 那怎么样呢 我记忆中是白棋是不错的 嗯 从初始胜率 比如说白棋60的话 现在会长到66左右 哦 那还是有一定 对 便宜的 哦 是这样的 那现在的这个配置也是觉得黑棋的分段意义不是很大 对 因为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看白的打拔以后 黑的基本上算糊一个 黑的下方还会被跳下去搜刮一圈 嗯 那可能是觉得这个时候冲断没有把握 那么实战就是跟着硬的 哦 那么实战黑棋贴 我记得也是白棋不错 嗯 这个局部总之 好像怎么下白的都还行 那看来就是说一般这个棋还是想提的 因为追求效率嘛 对 然后再沾上之后可能长出的话 白棋还是会有一定的便宜的 嗯 那看来这盘棋的布局白棋还是挺顺畅 对 但是这个棋以后就是比较难判断的一点 就是 比如说 可以看白棋上面走了这么多颗子 那这个子到底如何点木呢 嗯 这个是特别难判断的 你说白的这么多颗子 它总是不可能没木 但是你要说有木 这怎么点木啊 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困难 对 这也是我们人类棋手跟AI之间 最大的差距 就是判断 对 在这种虚实的这种判断上 对 因为根本就无法去去点木 你说这一串白子 它到底这怎么点 这个地方它也不是木啊 但是它肯定是有一些潜力的 这对中央 是的 那么 然后黑棋走这个 把黑棋捕了一手 对 这条边为什么是拆在这个位置的呢 嗯 这条边基本上就是 对 这个或者这个 嗯 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嗯 那这两个就是说 这个可能跟看中这边的头 对 但是这边的间距 这个的话会更厚一些 这个 比如说白棋以后 掉一掉 哦 那么它拆在这儿 一定是认为白棋 你是不敢打入的 嗯 你要打入 我不管我是靠了肠 或者是飞住 这棋我肯定是攻击 或者是去直接吃掉你 嗯 你打入是不便宜的 那么黑棋也可以选择靠了长的手段 嗯 就是你打入 在不成立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飞 更加扎实一些 嗯 那么 黑棋小飞 白棋 小剑 对 这也是一个好点 反正总之是走了一手 比较大的棋吧 对 因为现在也不知道走哪 要么 其实也可以考虑 注重实地的 可以选择 阿卢力 对 更实惠一些 但这个就是对外面的头 对 更好一些 嗯 然后黑棋是刺这个 刺 嗯 总之白棋已经很厚了嘛 嗯 黑棋就想这个刺先手就把它刺掉 然后底下成些孔 这个比较好理解 嗯 白棋冲一下 黑棋反冲 嗯 白棋挡住 嗯 黑棋挡住 对这个为什么要一定要反冲这一下 嗯 他不冲这一下的话 他担心什么的 在挡的时候应该是 怕白棋靠一个的反击手段 哦 这个时候首先冲已经是来不及了 对 这时候再冲白的肯定是沾上 嗯 但如果我简单的被你断开 对 这个黑棋棋行和气就很坏了 嗯 有点不好处理 这明显棋景 可以看这个断点 而且这个子 现在还不太好吃掉 所以说在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冲是很机敏的 嗯 就是防白棋的这个靠的手段 对 好 那么冲完之后 粘住 对 因为这个地方眼界的黑 白棋也有点气劲 嗯 那可以看白棋 刚才就说 这一档 可以看这么厚 这么多子 嗯 但是确实 没有看到木 啊 这个棋 子 子力很多 没有看到木 但是它该怎么判断 我觉得这个判断 是围棋之中 特别难的一个环节 嗯 就是你看黑棋 看着 不错呀 这个时空 好像也捞了一些 这边也失控 两边都走到了 而且白的就这么多颗子 那黑棋这两颗子 我再补一手 啊 你看着就 你这些子就没有用了 嗯 那没有用的话 白棋这个实地 还是挺紧张的 如果说你这个真的 咱们一木棋都没有 就是一根棍子 那它确实 白棋实控是不太够的 嗯 所以现在白棋 要发挥自己的后事嘛 嗯 要打入 对 这不打入 应该也是 当前局面下 比较积极的一手棋 嗯 因为现在 白棋需要找头绪嘛 刚才说过 这这一条 如果是跟着黑棋 嗯 跳 那么比如说黑棋 慢慢加强自身 嗯 补一手 那么在这 这块棋 黑棋肯定活了 那白棋只有利用这个 去为大空 啊 这个就 比较去难判断 嗯 那所以说你觉得 现在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就就在这一代 定型完之后 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 联校下棋的时候呢 嗯 他知道这个棋 我肯定不坏 嗯 因为他肯定是 研究过的 这个棋是有见过的 有研究 知道自己胜率呢 还可以 但是 胜率还可以 不代表以后能 完全很好的运用好 啊 所以说怎么去 运用这个白棋中央的后事 是这盘棋胜负的关键 嗯 是的 就是说 现在有可能 棋友们在看的时候 会觉得白棋的胜率不错 对 但是其实我们单纯 从实控来分析的话 很明显黑棋实控的是挺多的 对 对 所以白棋之后 要把自己的潜力 怎么去转化为实际的利益 嗯 是这盘棋的关键 那么白棋 打入 嗯 那现在当然 黑棋是必须联络 如果现在再去反击 被白棋 把这里挑出来的话 对 那感觉 受不了 对 这两边的弟兄 都很危险 所以黑棋一定是压 或者是不管怎么样 把这联络的 对 那如果黑棋跳一个的话 白棋会 应该会拖断 对 就有点松 对这个子没有什么压力 这等于是黑棋补一个之后 黑棋自己反而还飘起来了 嗯 反正没有根 对 那可能这首棋就值得上去 但是如果黑棋当时 你说这个棋 黑棋这么补一个 嗯 主要还有点漏风 这个棋 黑棋也没有那么悠闲 嗯 这个这么补一个 实在是可能 稍微有点看不过去 嗯 所以这也是比较必然 那么黑棋是压住 嗯 然后白棋顶 在顶的时候 黑棋就 越来越难受 这个地方产生了好几个变化 是的 我们也看到在这里 小身也是用了挺长的时间 嗯 因为眼界呢 黑棋首先第一个会想到的 对 你挡一个是最厚式的 那么白棋搬过 嗯 黑棋虎一个 白棋顶打 对 那么可以看 黑棋走了一手啊 和白棋这个交换 黑棋这块棋的根据地 全部都没有了 而且白棋 脚线也厚了 这个木树也捞得很好 嗯 这个是黑棋 明显是 不能忍受的一个图 对 那么如果要阻度的话呢 黑棋就存在了 A B 两种可能性 对 粘和顶 是 那么粘的好处就是 白棋在这个地方 就不能再 冲出来了 对 那么大概就是 可能下成这样 但这样 同样的黑棋 也要考虑 就是这么一下 好像感觉 还是我补了一个 然后白棋也 比较轻松的 就破掉了 等于可以看 黑的这手棋 还是这个子 如果这个子 放在这儿 黑棋肯定是 特别的开心的 先放在了一个 这个上面 感觉跟哪都 没有用的一个子 对 就这里的破绽 依然存在 然后对这边呢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图 是黑棋不那么满意 所以他可能 还会考虑 对 我觉得他当时 对顶 应该 首先他跳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可能 原计划是准备顶的 因为跳的话 黑棋跳这步棋 不会没有想过 白棋反击打入 那么现在白棋就要拐 如果是顶的话 打吃 黑棋这时候又产生了 两种选择 一个沾上 一个打吃 对 如果打吃的话 就是一个 相当于气子 对 然后白棋打 黑棋提一下 白棋真实 但好像这里黑的 在跟白棋对杀 应该是杀不过 那么这颗子 就被白棋割下来 而黑棋外面 其实可以看 顶就扳一下 对白棋脚上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图 黑棋不太满意 那如果沾上的话 对 因为我在看棋的时候 我当时在想 如果白棋顶 当时已经下到的顶了 然后我想我黑棋 是不是会下这个图 就是现在的气子 这也是需要判断的 那么黑棋 这下打不打 其实也关系不大了 白棋也不会走 那么黑棋在上面点一个 就是通过这两下 让这个断点消失了 对 等于是黑棋以后 这沾了打是先手 上面打是先手 对 还可以考虑 如果用时空 你就用这个等等 这样白棋应该会 爬吧 爬一个 但是一爬的时候 黑棋在这个角 其实收获也并不大 对 因为有这个子的限制 好像总是没有特别的舒展 这个气形 是的 所以这样也是挺损失控的 所以我想可能又是考虑到了 这些原因 所以在顶的时候 小棋是纠结了挺久 对 然后最终还是选择了 应该说最朴实的一个变化 就是沾上 白棋飞过 这样的话 感觉这个局部 黑棋确实不太满意 因为黑棋这个根据地 时空都被白棋给破了 那么黑棋这五个子 还得往中间自己跑 其实这么看来 当时要不我们尖一个 也过得去 事后诸葛亮 就有点丢人 是 但不管怎么说 如果说黑棋先跳一手 被白棋打入 下成了这样 那么这个局部 白棋是满意的 对 白棋成功 所以接下来 黑棋 我当时看到AI给出来的是 淡淡的补一个 但我觉得 从小森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觉得有点坏 补一个 黑棋在这跳一个 然后底下再往中间跳一个 这真的不知道黑棋在干什么 白的就算跳一个 是的 这个关键是 现在黑棋 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棋会很迷茫 我中央 这自己 这走完 还是一块骨骑 被白的随之飞过来 黑棋依然要走 那么我走了半天 我是骨骑 我还没有目 我得到了什么呢 是的 所以小森是觉得 这个时候 我既然这三个子在这 我就要去骚扰一下 你的这个大飞手脚 对 它是这个用意 它是这么想的 那当然白棋是选择了外板 板 黑棋里板 在这又形成了战斗 对 那连校的风格 我想棋友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这个它一直都是比较好杀力战型的 对 大刀向前冲 是的 网名叫大刀向前冲 对 就是笑笑是给人那种 就第一感是很凌家 很那个秀气的感觉 但是它的旗呢 一直都是大刀阔斧的 力量很强 应该和它性格也挺像 其实就是看上去 它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什么 但是如果了解它的话 会发现它不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那笑笑肯定是选择了 这个强力的应对 然后那接下来这个地方 看起来因为黑棋这门气 有点紧嘛 就好像脚上直接对杀 也不一定有力 对 直接对杀的话 黑棋会有一个顶的这个破绽 对 就白棋这一顶说 要么你就让我度过 要么我就从这个地方嘟嘟嘟 所以冲出去 对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怎么办呢 黑棋到这儿糊了一下 对 这个糊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挡 那我以后等你在顶的时候 可能这个地方 这一下能让这两个子 气变得紧 那么实战它就是虎的 实战就是挡的 白的也是挡 对 那我们来看黑棋是怎么办的 好 搬 这个地方是 黑的搬了一虎 黑的是虎 因为这部棋如果黑棋沾上的话 如果黑棋沾上 那么白棋有可能就考虑这个气掉两个子 因为你站在这儿的话呢 脚上已经死掉了 脚上是个净死 那么白棋现在可以考虑 气掉两个子 然后一路打回 这样虽然你在这一带收获很大 但是我的实况也是非常可观的 这属于一个黑棋走后了 然后白棋把木全部给包住的一个下法 那么深圳絮一定是觉得虎肯定比沾上好 所以它虎了一个 对 因为如果你再选这个土的话 我脚上嵌着一个活棋 对 如果还是下成这样的话 那显然白棋是不行的 对 但是呢 这个虎如果当黑棋 比如说把这边吃掉的时候 那么很明显这个虎是亏木的 对 木树和气应该都是亏的 所以当黑棋虎的时候 肖肖也是下了一个很强力的反击 对 因为这个时候确实 当时看出给的图是白棋 一家 细掉 简单的 那我觉得黑棋在加的时候应该会顶住 吃掉 也就是说AI的认为 就是如果看成这样的话 白棋在外面去抢大厂的话 它是可以接受的 对 但是这只是我们看着数据去说话 对 如果可以看 如果黑的一靠 这个把白棋这个脚给收获下来 那其实白棋所得 它并不明显 这个外面贴了朵花 这个木树是非常受损的 所以说如果像这样的话 白棋肯定是不满意 对 尤其是当事人 对 当事人肯定觉得 你这地方本来不是说要在这补齐的吗 你怎么一靠 还把自己这个又有木树 然后还连通的把我吃掉了 对 黑的这地方成了15木墙 对 我觉得从我们当时的判断 是不太可能下这个图的 对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觉得笑笑的选择也是挺有利的 对 这部冲也是尝好之后下出来的 对 它是先问黑棋 你不是说我弃紧吗 然后我先在这里 冲了打吃 对 问你一下 这部冲了打吃应该是好弃 至少 黑棋现在打吃白在提的时候 首先 现在黑棋要面临选择 黑的如果打吃的话 白的就从这里顶出来了 是的 那么可以看白的提了一个子之后 黑棋把这个段就不成立了 对 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就虽然看上去白棋还是弃紧的 但是刚好你这个地方是被我叫吃着的 对 所以你并不能从里面走 那么我通过这个提子就防住了你的手段 是的 那如果说你不走这边 如果不走 那去杀白棋这个 还是要顶一个 对 因为如果你补在外面的话 这个里面并没有吃干净 这个脚上还是没吃干净 对 所以黑棋是要走在这 那么白棋虎 其实白棋这边收获也是比较大的 那可以看白棋 刚才加了这个打呀 它这部棋并不大 那白棋把这手棋放在了这边外面 这等于是冲了提完一虎 对 等于吃了二十多亩 是 主要这是看得见的 就是我很好判断的一个 所以 小小是觉得如果这样转换的话 也是他可以满意的 白棋可以接受 那实战的话 小森是选择吃这个 那么白棋这个顶就成立了 是 所以感觉上在这一代的这种工坊上 白棋也是下得不错 对 黑棋看 很危险 看着黑棋 对 那黑棋现在是足度 提掉 对 这不提掉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他给了白棋选择 嗯 本身白棋这时候 我可以度过 对 度过 但是黑棋会断白棋一下 那它差别在哪呢 其实就是因为断到一下 沾到一下 一路打一下 白棋亏了两目棋 嗯 这个棋白棋亏了 黑棋打一下 做活 白棋左边的木树 差了两目棋 就这一代的木树 对 那么为什么说它差两目棋呢 因为这个图 黑棋刚才也是可以选择的 黑棋可以沾白棋度过 黑的再提 嗯 但这样白棋就会沾在这边 这样白的沾在这 嗯 这也是跟刚才说的 差了两目棋 对 就是等于这个地方 把它打成这样 对 所以这个地方两目还是很大的 这是白岔两目 我觉得不能忍 那关键是这个棋呢 那如果让黑的选择 黑的还可以选择直接组度 嗯 那么比如说直接 啊组度 那我肯定要冲 白的冲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 所以从这个逻辑推 黑棋是希望你渡过的嘛 对吧 因为我不想让你渡过的话 我可以先选啊 对 所以我就是问你一下 给你点那个纠结的可能性 或者浪费一点时间 嗯 这个你有选择的时候 你就想像 我是不是选择另一个 对不对 虽然就算是计划好的 他也可能会纠结一下 是的 那实战啊 是这样下的 对 黑的选择了 打了 从下面过去 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 黑棋 正常的感觉上 黑棋组度总是立一个 嗯 那么白棋 现在会打一个 嗯 然后黑 该黑棋 这时候再纠结 黑棋 首先这个三个子 应该是不能跑的 就这个图 这三个子 我们看一下 再跑 应该是不太行的 对 这一跑完 可能上下都要死 首先脚上也牵个死戏 嗯 那么黑棋 大概是怎么弃一下 比如说直接开截 啊 拿这当截裁 开截完跳一个找截 嗯 白棋可能会靠一个 这个是比较有可能下传的 但是这个截呢 白棋非常轻 嗯 大家可以看这三个子 其实白棋可要可不要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找找截 首先这个冲应该是截 嗯 那么或者在这边撞一撞 嗯 是的 所以说这个图 深圳叙实判断它不太行 哦 所以他觉得他选了另外一个 他是想说 要不我就从这个一路 把我这个嵌着的半块 其通通的救回来 对 但是这样的话 首先白棋这一带的形状 比刚刚要更厚实一些 嗯 这是全部安全无恙的联络 然后呢 外面呢也比较厚 对 下成了这个样子 对 是的 嗯 对 可以看 我们可以总结一波得失了 嗯 就是白棋打入之后呢 黑棋通过这个靠的手段 那是把脚底给破了 嗯 但是外面其实四个字死了 那么黑棋在这拔的朵花 白的跳回去 嗯 其实这个地方 还是之前说的一个判断问题 就是当前 他觉得局面怎么样 嗯 我估计下的时候 深圳叙叙叙 他是觉得这个图 他也还好 差不多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 其实就鼠木的话 嗯 那么黑棋依然是 其实这一圈的纯实控 也还行 对 然后关键他可能觉得 我这个地方厚了 其实你未来上面 就也不容易围得特别大 对 你看看 黑的活了 嗯 加上中央 活了八木鞋 嗯 活的也还行 那你要说白的 你这二四六八 你这点木就使木处要偷 那上方如果不成大空的话 其实黑棋这个局部 木鼠是还行的 啊 这就是一个厚薄 尤其之前说的 白棋这个 这一牌子 他到底怎么判断 怎么点木 那你看现在这个地方 如果不点木 那白棋这一牌子 就是 那都是一个 一根棍子 啊 是的 对 所以现在我觉得 可能从 对局者来讲 应该小深 没有觉得自己很不好 虽然说如果从 我们看着这个 AI给出的数据的话 那么下到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是白棋 在胜率上是优势很明显 对 对 然后黑棋继续靠 对 那么可以看 连校的这个招法 肯定觉得自己也不错 是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老说 围棋是首弹啊 就是他们 在面临各种选择的时候 他做的选择 其实就传递出了 他的想法 对 对 像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不好的话 我相信白棋肯定会沾上 嗯 会更积极一些 能多撑一点 就多撑一点 是的 那白棋就虎 黑棋搬 白棋就退 所以这盘棋有意思了 就两个人都觉得这个局面不差 或者是还早 就都觉得还早 那这时候黑的下不棋呢 也可以看出黑的 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形式 有多么的严峻 这不虎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有搬的这个手段 其实詹是有先手的嘛 那再看成这样子 当然詹可能会被立在这 就暂时不走 但是一般有这个先手的话 黑棋总是想撑一撑 如果觉得自己不好 我觉得黑棋如果不好的话 它会搬毡 就撑来这 因为搬毡之后呢 这部毡是决先 对 可以看成这样 这样的交换 那么这部搬毡 如果你看成这样的话 这部搬毡是不是比这部虎 看着稍微大一些 有木树抓住 因为这个搬毡还是挺大的 这个搬毡之后 这个角上木树 你手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至少是你手八木树以上 是的 那这部虎 它其实木树并不明显 是 但是这个虎呢 它首先是很厚实 而且它比较侧重于中辅 所以从这部棋的 透露出的言语来看 至少小生也不觉得 这盘棋现在需要 竭力拼搏的感觉 就是它不是一个说 我这棋必须得拼 不拼的话就不够了 这种态度 从招法上看 其实黑白 至少都是觉得这棋 我们慢慢下 进入后半盘 都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 我们来看脸下的 这个 也是 引起了下法 我觉得是 对 但凡形势不好 毕竟我这这么厚 我总是想再深入一点 我感觉 我往里入一个 这棋肯定 它不会死 这是可能是一个 它便不便宜的问题 是的 如果不够的话 甚至点一个 对不对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可以说像这的话 就是 等一下的意思 这个地方让你围住 你也不太好 对 这是它对形式的一个判断 对 那如果参考AI给的数据的话 其实小小的判断 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就像我们说的 其实到后面 这个棋盘越来越小 就有的时候 这种哪怕20个点 或者30个点的 这个胜率 其实真正的 换算成目数的话 还是很接近 对 它没好多少 这个棋 虽然白棋 现在可能是还不错 但是 由于黑棋 是拿着目数的 白棋 不错就不错 在这种地方 它到底能围多少目 是的 所以这盘棋 我们还得继续往后看 黑棋跳了一靠 对 想要围空 那么白棋 在这地方 就开始收关了 对 因为棋友们看 如果这里是空的话 那这个地方 以后有可能 就是双仙的关子 所以白棋 如果觉得 既然你是目数的话 就把这收掉吧 就打了立 就可以看 这下先立掉之后 这个地方 基本算白棋搬沾 那么刚才黑棋搬沾的 这部棋 就是一个 你说八目 很大 因为白棋 差了五目棋 黑棋 差了三目棋 这个是比较好点的 一个目数 那么白棋 把这里定型掉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打拔 这个是非常大的 也是 这个地方好像 强调了很久 对 它看着很着急了 那可以看 咱们就是 虽然问不了当事人 他们怎么想的 但是可以看双方的招法 就是白棋打拔 黑棋虎 黑棋就已经算成 这个地方 是你这样定型的 它也是不觉得 自己的这个棋 是差的 对 因为我们记得在看 AI虽然一直 抢到这个打拔 但是在AI的推荐图里 黑棋绝对不会 黑棋是没有虎的招法 对 黑棋都是赶紧去外面 比如说抢大厂 抢别的地方 所以从这步棋的招法 我是真的感受到 小学们并没有觉得自己 不好 或者说他肯定不知道 AI已经给他的评分 就是比较 不过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 就是像你觉得 白棋你判断不清好不好 可能你觉得差不多 或怎么样 但对方给你一个 下的招式就是 你已经输了 就是你下什么 我跟你用 也会干扰你 你打我摘 你立我倒 你打把我立虎 可能你是不是会对自己的判断 产生怀疑 是的 有的时候会是这样 就可能 是不是我的判断出现问题了 因为毕竟他是神真迅猫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高手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起手 就是 大家都是有感情的 然后会受到情绪的波动和影响 那如果你是AI之间的对局 他肯定说 现在一选是这里 我们就下这里 但人的话就会 也许你本来想走什么 但是因为受到对手 怎么这么稳健 这棋我的判断对不对 对 对自我产生怀疑之后 可能你的棋 比如说过分了一点 那被对手一抓住 那可能就真的是被对手逆转了 是的 所以这赢一盘棋是非常难的 那现在黑棋跟着硬以后 那么白棋接下来 白棋打一个 对 但这不打 确实首先 这部棋没看到 它有什么木术 这个棋就和黑棋长相比 这个地方它并没有什么木术 对 如果从双方消长的要点 感觉这一带更想走 因为这一带会影响这边的木 白棋要帷幕 那比如说他拐一个斑 这才是帷幕的一种 对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感觉 比如说白棋在贴 或者是你再打 甚至你尝一个也是可以的 这时候改白棋选择 所以我感觉这部吃应该是 其实这盘棋 白棋第一个感觉有点值得商榷的地方 白棋吃我觉得它就是很想描着黑的左边这块棋 就它这部棋 它是觉得你这地方你注意啊 你这边没有眼 是吧 我这以后说不准 可以看 有一个杀招 对 就是如果你是这样 我是先手破掉你的一只眼 那是不是有朝一日是吧 我就上来了 我没准要杀你 我就在这一点 你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个假眼 是 我觉得这是 小小的风格 小小还是想 威胁一下 运作一下 这怎么能把你这块棋给灭了 是 如果比如说白棋这时候长 黑棋跟着贴 那白棋再拐一拐 我感觉 如果是收木的话 白棋应该是这么收的 那如果这样怎么样的感觉 大概 这样的话 白棋 比如说收木再打一拐 感觉看着 白棋应该还不错 是 这样的话 因为确实从纯实控的角度 黑棋虽然这一代增加了实木棋 但白棋这一代也增加了 对 所以感觉上 应该这样的话 可能白棋从控上会更有把握 它这一步吃完之后 这个好点就留给了黑棋 黑棋一飞 是的 但我看这个拐是下得很快 在这个地方 就是想好的呗 对 它这不打 或者说 它当时就是觉得 黑棋要飞的话呢 我这通过拐了一点 之后 我是准备搬进去了 这个地方 之前我只能尝 但现在我可以搬进去了 也有收获 对 但是它实战呢 走完以后呢 它好像并没有搬 对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好像出现了又长好 对 可能又是一个判断上的 就是本身搬呢 肯定黑棋这个时候不可能再老老师跟着硬嘛 黑棋一定是要反击之类的 对 黑棋是会挖针 嗯 那可以看白棋 为什么它又没有马上搬呢 对 因为如果你虎呢 你这边就被搬住了 而且这边还要被 白棋就已经有点承受不了 这边呢 这个叫吃 如果你还硬 这边一吃 对 黑棋应该会马上就吃了 粘出来了 这边 就是这边有先手 然后你这一带的联络并不是 本来白棋中央还是有些潜力的 要违控 那现在通过这个被打断之后 白棋还要 注意自己的这一个自身的断点问题 嗯 是的 那么如果白棋是粘在天上 黑在这个地方 依然还是有一个断 白棋没有防住这个断点 是 所以说他拐了点之后 突然发现 好像这个搬进去是有些问题的 对 至少是不是自己胸口成竹的感觉 对 跟他想的不太一样 是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白棋用了很长的时间 最后做了一个受控的选择 白棋先搬一下 嗯 当然这个选择呢 黑就是依然得到了AI的支持 就是说 他这样受控的话 也是觉得白棋有可能略微的好一点点 对 就是说白棋这么收 局面呢 还是白棋还不错 嗯 但是如果是这样白棋继续收控的话呢 感觉对于白棋的难度系数上来讲 会比刚刚这样简单的收控要更难一些 嗯 长一个本身是你手 你手几目这个 就是我唬进去吧 哦 唬了打进去 嗯 这是让我做棺子提了 因为我一眼没有看出来 可以去拐住 嗯 我再拐是后手了吧 对 再拐一个是后手六目 嗯 这一拐 那就折个三目 嗯 那么折三目跟这个长相比的话 六目吧 差了 四五 七 应该是本身不算这个子的话 是一个逆收五目 哦 加这个 估计 可能有个逆收七目左右 哦 那逆收七目其实感觉上 也不是说那么大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就首先这个地方走一走 还有中央其实都不太好判断 因为如果说 比如说白棋我这边走一个 你是要补活的话 那我这个地方可能也是先手的关系 就是飞一个也蛮大的 在这种地方 对 其实现在大的还是挺多的 嗯 对 感觉这部棋不一定是最大的 不一定是当年全盘最大的一手棋 对 好像走完以后白棋这一班战 感觉 其实班战也很大 对 这样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很爽的关棋 嗯 那么走完之后啊 白棋就点上来了 点 对 感觉下到这儿 我觉得还挺看好白棋的 点之后呢 黑棋变成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就是这块棋 就是这块棋它到底你是以后需不需要补棋 对 那么黑棋贴 这应该是必然的 白棋翻 就这个地方感觉上白棋一下子就涨了十来木 对 嗯 还是挺有价值的 这基本上打吃的些是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 基本上是白棋这地方能为十五木 可能还要往上继续增长的数字 这也是之前呢 像这盘棋 刚才前面一直强调 这个棋它到底有多少木 它有一排的子 它有一排的子力 然后点木时候不好点 但它当它一维木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白棋涨了十五木棋 那可能和你之前的判断完全就不一样了 对 但是反过来就是说 如果之前白棋走了一个别的薄一点的图 那么很有可能是以后被黑棋先手点两下 那可能中央就是一木都没有 是的 对 所以说这种厚薄 是怎么点木是最难的 对 那现在的话 我看到黑棋的下一手也是很凶啊 黑棋飞下去了 飞 那首先眼见的白棋就有 靠段或者是冲段的 就是有一个断点在这 但是不能直接走吧 因为黑棋这边有一个接印 那如果我就比如说 你们看一看 靠段 好 这样的话 我这步棋现在吃 我不能力了吧 不能力吗 黑棋力不力呢 黑棋应该 感觉 黑棋还不会力了 对 力完我这边不是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力我就会长了打住了 对 这样好像白带还挺厉害的 对 这我是要干什么 我好像没什么 这样黑棋等于只是下面破了一点木数 黑棋应该会打吃 白棋提 等于黑棋再打住 黑棋通过飞呢 它其实是一个弃子 然后这样把白棋包进去 是的 那我能不能再尝到一下 尝一下 不便宜 意思差不多 就如果我打吃 被一拐也挺带劲的 对 这样黑棋拐出 等于说黑棋记忆抢到肠 然后他又把白棋这这个地方木数给破了 总之它飞呢 它就是一个弃子 诱饵 对 对 就是如果你忍不住吃我的话 其实我这个效果可能比我单长还要好 对 其实可以看 如果白的狗冲 这个冲断 它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白棋断 黑棋打吃出来 冲 白棋长 那么黑棋沾上 白棋要断掉 对 那么黑棋管 其实 黑棋都是通过气掉这两个子 基本上以后这样打几下 然后这样中央的白棋这个地方木数就被黑棋给自然而然的破了 是的 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黑棋觉得它这样收束会比普通的长 然后被你一手气跳在这 对 效果要好 他认为 他觉得比这个图要好 是的 对 但是在黑棋飞的时候呢 下下也是特别强硬的选择了 这个 这个感觉白棋是梦想终于快实现了 是的 就是这块黑棋的大龙 它不活 现在 也很犀利这部气 因为黑的不能再在这边硬了 再硬的话 被冲死 这个就 飞就完全锁进去了 对 必须要跳 跳 然后出招了 点 白棋来了 嗯 这样的话 黑棋呢 如果想先手是这样 但首先这地方还欠一个机 而且这个空不太能满意 所以 这地方比较必然 那么就是 里面黑棋是一只 后手眼 然后 哎 白棋这个时候 白棋实在是选择冲一个 我觉得 这时候白棋 他既然啊 他选择了想吃黑棋 那么就应该直接动手 是的 但好像现在 由于白棋刚进入独秒 这部棋应该是 对 进入独秒 是的 应该是飞的时候 就进入独秒 对 嗯 就这样的话 我们先看看这个局部的死活 局部黑棋能活吗 嗯 我就是得靠这两边的 怎么拱出一个眼 是 可以看如果黑棋团 白棋挤 那这都是假眼 就是我要么就用这个先手 想办法吃这个字 对吧 我就这么挤 几件事 反正 但是我这边气很紧 就是本身如果没有气紧的话 我可能能跳架 但是我现在自身黑棋气紧的 嗯 然后我怎么打吃 好像你这个 太厚了 对 就发挥了作用 所以我可能得用这个 可能会打 是的 那么白棋挤杀 嗯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这有个先手 这有个先手 那我要把它提掉 哇 你就这样 嗯 嗯 那我打一下 大概看成这样 对 哇 这个确实是 如果看成这有个先手 要不点吗 点 嗯 大概这样 感觉白棋还是挺厚的 虽然 对 由于白棋它这个 这边一到壁 这边一到壁 嗯 这中央虽然气有点紧 但是黑棋应该还是 不太要活的 嗯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 也是觉得很危险啊 就觉得可能笑笑要亮刀了 但是确实这个60秒之内 要把所有的变化算清 有点难 这个是足秒的时候 它 这时候白棋需要 嗯 下定决心 做决策 是不是 直接杀 那么它这个冲呢 显然是 这时候去做一步准备工作 就是如果你挡 如果挡的话 它多个小尖 那就更有把握 多个小尖 多个先手的话 它觉得 这个杀起来肯定是更轻松一些 嗯 而且 本身也是一次岩石 对 如果你要是沾上 首先这地方 我就可以冲断 当你个子 然后我们再研究这地方 我是不是还是杀你 嗯 是的 所以 呃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黑棋本身就比较危险了 所以可能这个时候 黑棋也只能选择转身 对 黑棋长 但是 被黑棋这个转身之后 我感觉这属于 放虎归山啊 对 有点错过一个一击之命的机会 对 因为本来如果是这个杀的话 虽然是说独秒 但是跟牧鼠就没关系了 嗯 那就是一锤子买卖 杀死就赢了 杀不死就输了 是的 或者说其实啊 就真的以笑笑的计算力 我觉得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心以后 那每步起 反正我也不用纠结 我不考虑别的 我就只挑 也不用再考虑收募或者怎么样 对 我就真的杀你 可能反而对笑笑来说 更好处理一些 现在问题就是 小深 识破了 就自己这块很危险以后呢 他赶紧做了一个转换 那么接下来其实虽然白棋也不差 但是呢 就是应该说更难了 因为你要在 白棋虽然现在优势 但是白棋的优势是很微弱的 对 可以看虽然这个地方死了 这个地方被白棋冲刺 但白棋 由于有这个一路点 它这个点和黑棋挡 它损了四目棋 非常的可怕 和半战相比 本来是这样 白棋损了四目棋 对 这个看起来不齐眼 但是本来白棋有一目 黑棋三目 对 现在黑棋六目 白棋没有目了 是的 这等于损了四目棋 等于说 黑棋这步棋 非让黑棋得损四目棋 是的 而且这个地方 就白棋的这一下 也不一定对中府怎么样 因为我手搁了一下 我觉得白棋是亏了 那为什么亏了呢 可以看 我们把这几个拿掉 我们这时候黑棋长了一个 白棋跳 那么白棋跳 黑棋穿 白棋倒 这步棋不齐 就是黑棋长一个 稍微缓了一点 也正常 那么黑棋这个和白棋粘 亏两目 亏两目 是的 那么白棋尖 这个地方 他这步尖 应该也不会是好棋 和黑棋挡 白棋应该这步棋 不会便宜 对 那么如果这步棋 也损了的话 黑棋损了两目 白棋已经损了四目 所以说 感觉上这一回合的交锋中 白棋应该是不占什么上风 关键是 这样的话 其实收官 反而选择的地方 就比较多 对 所以现在虽然是白棋优势 但是这个独秒的变数 是我们有点 替下调担忧的一点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收官了 黑棋提 白棋收 白棋收这个 冲 冲的打掉 这个是收官的好手 这样其实不管你走不走 能够打到一下也便宜了 然后呢 白棋没有选择走 白棋 先煎装腹 对 然后黑棋打吃一下 打吃 赶起打吃 这打吃的原计划肯定是准备提掉的 那为什么又改了呢 他可能是觉得中央比较大吧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就白棋冲一个 这么收是吧 对 因为现在全盘可能也没什么大的 他是选择打完把这个断掉 对 他是又来这定型 因为可能现在黑棋判断了 正常收 黑棋还是要差一点点 所以说深圳区这地方 可以说是放出了胜负手 他是往里拐 拐 这个白棋就给他了 现在感觉是一个 白棋是等着黑棋出招 就是正常收的话 黑棋就不太够了 黑棋 要先尖的这个 黑棋先尖 白棋就跟着 白棋挤在这 挤住 白棋这一挤是想便宜木棋 对 正常是搭住 对 但是他现在意思是说 我这个地方 因为你是要靠这样活棋的 他觉得你棋特别紧 就如果你敢往里走 是尝不进去了 这个地方 那我这一断 你这里面 是吧 就有问题了 对 直接就断死了 所以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 应该说正常进行还是 可能白棋还不错 然后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小山下了两步 我们有点看不懂的棋 所以这肩顶 首先这部棋是绝对不可能 对关键是靠没有看懂 靠这个是当时不太懂他的意思 对 这部棋是完全的胜负手 首先这部棋靠 当时肯定因为连校在读秒 没有看懂这部棋的什么意图 它的意图是什么 因为下棋有一个惯性 就是一般 首先我挤的时候 黑棋沾一个 黑棋长一个 或者黑棋你做活 我肯定都想过 尤其在读秒的情况下 那么突然走了一步 这怎么我想都没有想过的棋 这个是白棋觉得 黑棋这就是要干什么 对 而且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在外面等待看棋的时候 谭老师就说 感觉这棋实在是不懂 黑棋要干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眼见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打吃 有个断点 但是如果你现在联络的话 那你这块棋已经不活了 那么一断 黑棋这块棋大龙就死 是因为你只要抓不住我这几个字 你局部已经死了 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 这黑的要干嘛 因为黑的如果说把这个粘回去 那这个结好像也不太像是能打得动的感觉 对 尤其这个结 黑棋下部棋是绝对的带想 是的 所以说黑棋应该是不太行 那么黑棋现在可以看找结 由于没结 黑棋找结 白棋提掉 那么黑棋提 由于黑的这大块还是没活 白棋就找中中的结 就慢慢一个一个找 这黑棋始终就不能粘 只要一粘被白棋一分段 黑的大龙整块就死了 是的 所以说这一团的话 就有点看不懂黑棋是要干什么 对 就感觉能够想到的两种可能性 都是黑棋明显不行 或者你这些也不能团在这 团在这自己首先有 先亏手棋 还是这慢慢打着结呢 这也应该不太行 是的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就是说 如果白棋能够团在这的话 应该这盘棋 黑棋就非常危险了 但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感觉是不是独秒的关系 对这部棋还是一个明显的 是地方 事物 对 感觉这部棋一下子就把白棋 就是一直的优势给葬送了 就这一部棋 因为这部棋走完呢 黑棋连上 白棋现在并不敢开这个棋 对 因为这不一样 刚刚我这个棋在这儿 你已经死了 对 现在你要想吃 我还得走上去 但其实这个子的位置 很难说是便宜的 你要但凡在这种地方 就是有用的地方也好一些 你是一个这个位置 那黑棋有很多杰材 黑棋在贴的 对 所以就这部棋 感觉就让这个挤进去 就更不可能成立了 对 所以因为这个白棋 并没有马上去开这个棋 但是白棋 接下来再被黑棋粘到这儿 感觉这一串是明显的亏损 等于现在可以看这个棋 越来越不可能开了 这是个两种棋 对 是这样的 是我们再收了一会儿 黑棋小间 嗯 护一下 对 对 然后吃 白棋吃住 黑棋提掉 对 但我们可以看 这样一定型 等于说 白棋好像中间没有什么收获 那黑棋这个地方又拐 又拐了几下 然后下面的木也撑住了 等于说黑的把铁也走到了 这个地方也冲进去了 中央好像也没有长木 嗯 是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定型成这样以后 嗯 黑棋补在这 对 白棋只有一炮 所以要补 嗯 但这个地方的木树其实是之前白棋有机会能够冲了打掉的 然后可能接下来就会被黑棋逆收了 那么黑棋冲完一沾 嗯 这样算个总账的话 好像黑棋一直在长木 但是白棋的收获不明显 而且这也被提掉了 这个地方也被提到了 是的 后面还有一些应该是就没 对 还收了几步 对 所以其实收完 没有几步 但这个地方白棋的亏损非常的明显 就这样下到现在的话 应该已经是白棋输不少了 现在大概是盘面石木则的一个差距 对 所以我们也是很替笑笑遗憾感觉 因为本来是觉得一盘好齐吧 前面都下得很精彩 然后对局面的判断和掌握 是的 但是下到现在应该说棋盘越来越小 就没有什么 变数 对 这步是最后一手 就冲完了冲这个 冲一下 对 是这样的 感觉上还是很可惜吧 就最后 对 非常可惜 我感觉像这个团应该就是很简单 因为这个地方总共可以下棋的招法也很少 基本上就比如团或者白棋直接打上去 或者白棋就收兵了 那到底怎么走 其实这个地方对笑笑来说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地方 主要是笑笑本身应该这方面也是他很擅长的 所以可能在最关键的两次抉择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出刀 可能是受到了独秒的影响 他应该是觉得正常下要赢 如果他不够了 他肯定早就选择要跟对手拼了 就是会直接杀黑棋大龙 或者说怎么样跟黑棋打劫 而且以笑笑的战斗力 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去攻杀的话 我们反而可能也很相信他 所以这盘棋今天真的非常遗憾 就是笑笑这次 应该说最后吧 一个失误葬送掉了这盘半决赛 那么就等于是深圳旭会进入春兰杯的决赛 那么这盘棋呢 我们就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稍事休息一下 带来另外一盘半决赛的讲解 好的